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mini talk 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Joyce Wong 是Empower 一个推广新心灵健康组织的 非牟利组织的创办人之一 同时也是Wsquare 创富平台创办人之一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认证的健康教练 一个health coach 也是团体运动教练 今天就会跟大家说 关爱双失 莫双失 我们的膝蓋 或者我们说 最重要是什么 年纪一直大 我们走得走得吃得睡得饿得 所以走得走得非常重要 绝对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要去保护我们的健康 预防永远盛于治疗 所以说一下究竟怎样 可以好好保养我们两个的失关节 这次是下集 上集是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 没有 错过了 那怎么办 大家可以回到我们之前的 等我一会儿 按错 可以回到我们之前的影片的连结 大家可以掃取 可以看上一集的浪欲 上次我们也有提过 香港或者不同地方 都做过一些关于失痛的调查 你会看到现在这个截图也有写 其实看重过重 是一个很首要的原因 然后还有其他 自己再听 然后我们就说 上次说了这些不同的成因 重点 上次说的就是过重 对于我们膝头哥 究竟有多大的伤害性 又或者有什么动作 是会特别伤害我们膝头哥 今次我们主要会说什么呢 运动创伤 和激烈的运动 以及究竟有什么 这是原因 一会儿再说下去 所以大家都留下图 这九样东西 其实都会令到我们 有这个失痛的问题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运动创伤 或者激烈的运动 对我们膝头哥 是否真的不好 肯定是 上次也有说过 但是通常 为什么你说 劇烈的运动 做完之后 有些膝头的痛 可能你并不是扭伤了 而是我们叫做肌腱炎 什么是肌腱呢 就像你看到现在的图片那样 白色的位置 即是绿色箭在指着的白色位 那些是什么位置 就是我们每一条的肌肉 如果大家有吃过猪腱的话 是不是肌肉前后 最重的两端 都有一些白色的筋肩位 我们就叫做肌肩 就是这个位置 去到发炎的时候 都会令到我们有关节痛的情况 出现 就是菠萝蓋痛 我们俗称的 包括是什么呢 有时候有些朋友 你说可能做完运动之后 觉得脚有点不多 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又没有试过咬柴 是的 又没有扭伤 在整个过程里面 那为什么也会有这个 失痛的现象呢 就是因为你扯伤 这些地方 令到它那个位置 有些炎症 你就会痛楚 通常有什么的成因 就是这些 包括的就是 我突然之间 做了比较大的运动量 每人的运动量都不一样 怎样为之过劳 你就可以想到 其实东西到了一个位置 很累 你跟着硬地继续去 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 通常就会开始受伤 那 譬如你看到 行山 踩单车 说的是 大家可能 最近是不是 天气凉了一点 你就会去行山 你说如果 行过两个小时 就是你平日 没有行过的 没有运动开的 突然之间行三四个小时 通常呢 后面的一个小时 你就会开始很累 然后强行的话 就会有机会受伤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听新闻也好 或者身边有朋友 他走完山之后 真的弄了脚痛 通常是什么呢 他真的走得比较长的时间 比如可能是五六个小时或以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走 你最初体能好 你精力足够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有什么特别问题 但当我们越走越长时间 你的体能已经跌了 跌到零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开始 用不到一些肌肉的力 没什么力 那你就借了膝头的力 然后走错了 借了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导致 可能就是这个筋腱炎 这些就叫做平日 超越超过了你平日的运动量 有些是一些比较 有些反应力上来 就是你碰到地 或者你简单来说 你一锤打到沙包里 其实是不是手都会痛 其实有些力撞回头 跑步都是一样的 你每一下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有弹上来的 就是说如果你跑的姿势不对 他那个撞击力都其实可以很重 打球 譬如我们经常说的 籃球 又或者足球 这些的运动 他是不是很多急停 就是你打一下突然间撒停了自己 高速跑完之后突然间停 对于膝头的撞击 都是比较大的 冲击 跳跃的运动也是 比如打籃球 或者你打羽毛球 撞球 是不是跳完再急停下来 冲击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姿势不正确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的肌肉不够力 我们的鼻震的位置做得不好 其实这个都会对我们的膝头骨有很大的影响 你说有什么提示做运动 我们起码说 你可能是下斜球 我打个比拳 大家去行山 又或者去跑步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跑街 我们下斜的时候 尽量不要跑 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幻想一个比较斜的斜路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那个膝头骨 其实是会很受压的 所以我们用行山 来代替到斜坡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朋友 喜欢去跑步 来做一个运动的锻炼 如果是 都会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 比较铺好的 红色的 或者铺完之后去软 就是软大的 或软到斜坡的 可是软起软的 味道不一样 就会稍后 养的地区 他的腦位表面是更好 もし更松那么软 我們稱為跑街或石屎路 另外當然 踏單車、游泳這些運動 都是非常好 令大家對關節尤其是膝關節的勞損 會再少一些 尤其是游泳 另外有些迷思 包括什麼呢?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 我現在腿有點痛 或者我已經痛了一段時間 究竟是否不動比動好呢? 這真是一個迷思 我們說急性的 你真是傷了 剛剛受傷 然後是比較急性的 要等它舒緩一下 因為它發炎得很厲害 但你舒緩了一段時間 當然看你的傷有多重 不能一概而論 但打一個比例 可能一個月之後 可能已經沒什麼了 大家真的要動 因為當我們長時間不動 然後關節就會越來越硬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最近這幾天是不是很冷? 前幾天 很冷的時候 你一起來 你會覺得全身的肌肉好像還沒暖 跟著又好像關節或活動幅度 都不是很大了 或者手呢 有時候你去打個比喻 你去拿一塊急凍的雞扒出來 然後去到幫它解凍的時候 你碰多它一會兒 你是不是手指都僵硬? 你不動又或者動的時候 其實關節和肌肉都會僵硬了 如果你久而久之 你不活動它就越來越僵硬 你的活動幅度就會越來越小了 而另外當你不動 肌肉就會越來越虛弱 如果有朋友試過打石膏的話 那就肯定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一打完石膏 你一拆的時候 哇 那塊肌肉很快速地已經瘦了下來 好像沒有肌肉在骨頭上 然後就要鍛鍊肌肉 所以我們說關節不動 就會越來越硬 還有長期不動 肌肉越來越衰弱 然後肌肉不夠的時候 我們平衡就會更差 然後說面帶關係的就是 可能會更加容易 不平衡就會容易跌 很多意外或者扭傷 甚至乎真的撲傷的話 就會有骨折 所以失痛反而會惡化 故此想說的就是 當你急性的炎症已經消除了 其實是要動的 你就可以做一些低至中等強度的運動 什麼叫做低強度 例如你走路 少少微汗 都已經可以叫做低運動的強度 你就可以減少一些痛楚 因為當你要關節動的活動範圍 也會開始慢慢放大 另外一個迷思就是不要緊 年紀大了 到時換關節就可以了 一路永逆 不用煩 又不用禁忌 又不用介口 又不用減重 很多人很喜歡的 好像臨衣百病 但真的不是 正如一開始我們這樣說 其實對腳陪到我們中老 如果年紀大的時候有空是非常好 所以真的保養很重要 尤其是如果身邊有人換膝蓋 都知道一個歲數的問題 如果年紀更年輕 除非真的極度嚴重 如果不是都醫生沒那麼快 會幫你換關節 通常幾歲開始可以換 可能六十多元 或者七字頭 他才會幫你換關節 因為據統計說 人工關節大概15年 我們的年齡現在可以多長 香港可能去到88歲 即是說如果你70歲換關節 那就去到85歲 如果我有壽命100年的話 即是說我去到85歲 即還有15年才到100歲 那我那時候可不可以再換關節呢? 究竟可不可以再承受手術 又或者手術之後的復原速度有多快 所以一般來說 不會讓你太早換關節 還有現在人真的越來越長壽 所以保住關節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算人工關節用耐了 都仍然要保養 所以預防真的勝於治療 你如果見到關節 它開始痛的時候 你就要處理了 你不要讓它變形了 有些我聽過一個個案 它已經開始微微變形 又叫著痛 不過就不管它 然後再去找醫生看的時候 已經被咬了 不換也不行 不只是價錢的問題 而是剛才說之後 長遠來說的問題 好了 講完這個迷思之後 我們又講一下 如何保護我們膝蓋呢? 因為今天講運動 所以在做運動之前 大家一定要熱身 我再次強調 就算我教外面很多班 我都見很多朋友 就未必會熱身 尤其最糟糕的是什麼? 行山之前是沒有人熱身的 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怎樣都暖身 令到我們的大肌肉組 尤其是寬關節 腳的關節 還有肌肉 多一點小小的暖身 令到我們身體熱了 尤其是現在冬天 身體比較冷的時候 會很容易受傷 我們一定要令自己暖一點 我們才開始做運動 會好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過我們的行山 就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們每逢這個行山 一開始都是有熱身環節的 好了 一定要熱身 第二件事 大家可以做一些肌力的鍛鍊 就像這幅圖一樣 可以鍛鍊一下四頭肌 你喜歡的 就是坐在這裡 最方便 你可以伸直腳的時候 最好坐頭腳 就是你的腳尖勾向自己 你可以最初 可以維持10秒 維持10秒 可以的話 試一下30秒 然後再試一分鐘 然後就第二隻腳 然後輪著做兩三次 即每隻腳做兩三次 你也可以做一些肌力的訓練 如果你可以的 你就做心筋 又可以再刺激大一點 或者靠長心筋這些 這就是練四頭肌 其實我們保護傷失的話 四頭肌 就是我們的大腿前方的肌肉 非常重要 另外一組肌肉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的肌肉 就是臀部的肌肉 這個臀部的腿前方的動作 或者有些人叫做拱橋 這個動作 就是可以練到我們的肌肉的動作 詳細點如何做 又或者應該這麼說 肌肉為何這麼重要 你就可以看回我們上次的mini talk 講強臀有理 臀部的肌肉夠強壯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膝蓋 腰這些位置 都是非常重要的 減少腰痛 減少膝痛的問題 之後就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想做的時候 我們怎樣做 然後伸展 伸展如果你說真的做 行山也好 跑完步也好 對於膝蓋的關節 比較多一點的拉扯的時候 就是這個角繩肌 說的是你的大腿後方肌肉 你可以躺在這裡 好像一張圖一樣 用毛巾 去到扯腳回來 又或者好像坐在這裡這樣做 而另外就是四頭肌 放鬆我們大腿前面的肌肉 這兩組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想想 如果那裡拉扯了的時候 這兩組肌肉 他們的盡頭都是貼住我們的膝蓋 甚至橫跨了我們的膝蓋 太緊的時候就會壓迫到我們的膝蓋 所以如果走完山的朋友 或者走路去購物 四個小時就走了 應該都要去做一些伸展 怎樣做這些動作是正確的呢 有時候在電視或Zoom 很難和大家分享 你有興趣的就可以來我們的健體 增機工作坊 讓大家真的有一個正確的姿勢去做 因為如果有時候你做不對 分分鐘做傷了 那我們逢星期五 11點至12點半 有興趣的朋友問回我們 我們240元四堂有效期兩個月 或者80元單堂的 另外 當然Health Coach也要說一下營養 營養 記得我們叫骨關合一 如果我們做保養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除了你說以關節要做保養 關節我們上次有說了什麼呢 Omega3 Omega3就是魚油和葡萄糖胺 對於關節是非常重要的 這兩樣都是幫我們消炎 和軟骨組織相關的東西 當然退化性關節炎 和骨質疏鬆症是兩個症 骨是不會痛的 最多是斷的 退化性關節炎就會令你痛 但是當我們做保健的時候 骨也是要去處理的 當然如果你說關節炎是炎症的 我們當然說植物的營養素 幫我們抗發炎 如果之前有來我們的營養讀書會 剛剛上一期是否植物營養素的力量 都說了很多為什麼裡面 好像濾黃酮素、鶴皮素這些 和發炎有什麼關係 他們可以很抗炎症的 既然剛才說退化性關節炎 這些叫做鹽 所以抗發炎的食物對我們很好 另外就是維他命C 為什麼維他命C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維他命C出眾合成膠原蛋白 而膠原蛋白正是軟骨組織 和筋健胃都會有很多在裡面 所以都會很有幫助 另外當然了 骨質是鈣、尾、維他命D這些都會幫到手 但是你說為什麼吸收鈣不是就可以了 為什麼又要味又要維他命D呢 大家就可以看看右邊 掃上的QR Code 看看之前我們分享過的有骨氣 如何讓我們吸收鈣質更好 當然剛才說了很多次走散了 很多朋友都會來這個叫什麼 登高1月1日我們搞了這個千島湖大濫沖水塘 1月1日新開始 這一年很快又過了 我們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一起和我們 新一年一起步步高升 就是1月1日 早上9點半在朗平港鐵站B出口集合 然後我們再乘巴士入大堂 然後走完之後一起去喝茶 但是大家早點和我們報名 讓我們有個人數的余說 有興趣問回連結你的朋友 另外剛才說過 減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對失關節 如果你想了解多點如何減重 這個program我們已經教了很多次了 都教了很多年了 真的非常有效 不單止減重 而是整個體質的改善 第一課雖然開了明天就是第二課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補回第一課 因為最重點是二、三、四、三課 有興趣的朋友再問我們 去到了解多一點 最後 還沒like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 歡迎讚好 也都預祝大家新年進步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走得走得 然後我們可以保持我們的雙腿健康 令到我們精力充沛 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